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光明老师 今天和大家上的课堂是帝王绝学 音盘奇门同甲中级班 第一课课,音盘奇门 八大公伟的吹才方法 在我们音盘奇门同甲 初级班,我都教过 这个炳火 信公吹才 其实在奇门同甲中 炳火 不单单可以在信公进行吹才 在其他公伟都可以进行吹才 只不过吹才的大势 有不同 和快慢 有不同 学期门同甲 我们在中班 第一课课教吹才 都是延续我 我自己的这种教学风格 因为我喜欢 不论讲什么课 我都尽量在第一课课 或者第二课课教大家吹才方法 大家赚到钱了 自然学习就比较稳定 心就比较安定 学到东西 还有 学会吹才 就表明这个师傅教的东西是比较坚的 这个师傅是比较有料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将 这一课课的 八大功位吹才法 学会 你们如果是已经有了初级班 炳火 信公吹才 这个 基础的话 这一课课就很容易学的了 一听就明白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我一直都强调 你们学习 一定要去用它 哪怕 不是好识 都要用它 用用一下就要识 奇门顿教学这个学问 和道家法术的学问 都是一样的 用得多 自然就 识得很多 你不用 就不识 又或者你平时都不用 想临时抱佛脚才用 效果是不明显的 请记住 帝王驻学 阴盘奇门同甲 中级班 我们会教 很多有用的 案例 比如说 怎样去炒股 怎样去 找伙伴 合作做生意 怎样去 经营一家工厂 更加好 怎样出行 怎样去猜 一场体育比赛 我们都会去中级班教 所以说 奇门顿教这门课 是非常值得学的 因为很多人学奇门顿教 不知道怎样学 不知什么方向 很不容易找到老师 老师又不懂得教 或者看一本书 那本书又写到 五三五四 看不明白 所以说 你们在 股学金融平台 跟着 许光明老师 学我这个 阴盘奇门同甲 初中高班 你们是 不会出现这些 不好的问题 你只要跟着我的思路去做 你就会成功 第二堂课 选股票 怎样选 请记住 用奇门同甲选股票 不是叫你做海选 你要用奇门同甲选股票 要有效 是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各种分析之后 你准备买这只股票 在这个时候 你就起个盘来看看 这个股票买不买得 请记住 是你作出了各种分析之后 你准备买这只股票 你准备买这只股票 再用奇门同甲盘 来看看 买不买得 这个大家请记住 一定要请记住 好 这个日光乐宫 有死害 还是没有死害 问题不大 有死害 就是代表你现在目前的情况 包括 财运 身体 各种 东西 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日光乐宫 因为代表你自己 有死害代表你现在 目前的情况 起码这半个月来 情况一般般 没有死害代表你现在目前的情况 都ok的 样东西都比较顺 这个日光乐宫 是要看的 第二个要看的 是不是要看什么呢 生门 生门乐宫 一定要看的 生门乐宫 为什么要看生门乐宫 因为生门 要靠个股票来 赚钱 要靠个股票来赚钱 如果生门乐宫 是不生你的 不给祸你的 不同工你的 就是证明你买这只股票 是赚不到钱 请记住 如果生门乐宫是不生你的 不给祸你的 不同工你的 代表你赚不到钱 这只股票 这是第二点 要记住 但是如果生门乐宫有死害 但是他是生我 给祸我 同工我 买不买得 买得 只不过赚钱 赚得少 比如说你是激营的 赚一半 你是入务的 赚雞税那麽多 如果又兇望又入务 又这样那样 那就赚得更加少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生门乐宫 是冲 或者黑你 日光乐宫的 穿其没有买 买得更严重 买得更严重 如果我去生 或者我去黑生门乐宫呢 可不可以买呢 都不可以买 都不可以买 这是第2点 第3点 毛土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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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看毛土乐宫 毛土乐宫 最终能赚多少 或者蚀多少 就是说 如果你生门乐宫是生 或者比货 或者同工你的 其实告诉你 你这个股票可以买 但是 不要长期持有 长期持有 又不行 但是如果毛土乐宫 又生你 或者比货你 或者同工你 就是告诉你 这只股票你可以长期持有 当然这个长期持有 你们都是 还要看那个 还要看那个 整体的股票的走势 或者大市的走势 这一点请记住 所以毛土要看 是 时钢落宫看什么呢 时钢落宫看什么呢 时钢落宫看的是 你 现在买的股票 对不对 还是迟点买 比如说 这个 往来 日钢落宫没有四害 就是证明我现在 情况都好的 运气都比较好 生活落宫又生我 最起码我可以短期持有 但是 毛土落宫不生我 我不比和我又不同工 但是幸好他又没有冲黑我 如果毛土落宫又冲黑我的话呢 你持有这个股票的时间更加短 但是幸好是我是黑毛土落宫 一个对工一个信工 我在对工我黑毛土信工落宫 就是说 我可以比较长期持有这个股票 我买的时候 我准备现在买 明天买 是否可以呢 葵水在这里是入墓 葵水在这里入墓 虽然葵水入墓 在这里有四害 虽然是有四害 但是 这个时机还是生我 就是说还是可以买入的 还是可以买入的 所以看股票你一定要看这四样东西 其前 老师呀我想问一下 这个股票是如果长渣和短炒 是不是有分别 还是都是这样 那就是说了 毛土 首先一开始 是生门 生理 或者比和理 或者童工理 你就可以 短炒 如果除了生门 童工理 生理 比和理之外 毛土由生理 比和理 童工理 就可以长渣 好吗 OK 谢谢 老师 老师我想问多个问题 例如期指 期货那些是宁和游戏来的 那需要不需要参考商门的 不炒考的 你就是 和我这个 看这四个 四个东西就是 当然师傅 没有炒过那么多的项目 你们自己要去 但是思路都是一样的 我问过很多人 思路都是这几个 你拿着这四个东西去做 他说股票 土债借替又怎么办呢 土债借替又怎么办呢 土债 如漆土债 需要确定四个用神 日降落宫 月降落宫 毛土时降落宫 为什么呢 因为日降落宫 就是为你自己 月降落宫 不用那样的 月降落宫 不用那样的 是欠你钱的那个人 欠你钱的那个人 那毛土落宫是什么意思呢 毛土落宫就是 你笔钱收不收得回 看日降落宫 月降落宫 是看 那个人肯不肯还钱给你 日降落宫是自己 月降落宫是欠钱的那个人 如果月降落宫 生、比和、同工你的 就是证明对方想还钱给你 但是毛土落宫 又要生你、比和你、同工你 你才能赚到这笔钱的 如果不是 毛土落宫 冲你、欠你 就代表 对方是想还钱给你 你大企都没钱还 你收不回 时降落宫是什么意思呢 时降落宫是什么意思呢 换起还钱的时机对不对 换起还钱的时机对不对 这个就是 借钱、还钱的 很多时候是一样的 你们自己看 还有一个人 四姨妈、五姑姐 大八爷 过来问我借钱 借不借 你要这样看 即时起的局 日降落宫是自己 月降落宫是对方 如果对方生、比和、同工你的 可以借钱给他 他不会 他心里都是想要还钱给你的 他心里都是想要还钱给你的 但如果是月降落宫是代表对方 如果对方是冲黑你的 对方是打定主意 欠你的钱的 借了就不还 如果你是黑 或者生 月降落宫 即是代表你要 借这笔钱给他以后还 就有牌 你去追溯 是这样的意思 再加毛肚落宫也是 再参考毛肚落宫也是一样 如果毛肚落宫又生你 这笔钱就会借 如果毛肚落宫 冲黑你 就算对方是想还 代表他没有钱还 日后是没有钱还 这是一样 用这个 用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 问银行借钱 问人家借钱 问银行借钱 职负就是银行 直市 就是你自己 或者你问老闆借钱 这个就是人家问你借钱这样看 这里 你问人家借钱 这个就是你问人家借钱 职负就是 你问他借钱的人 直市就是你自己 直乎生直市 直市 或者直市 黑直乎 都可以借到 借到 直市生直乎 或者直乎黑直市 就借不到 就借不到 这个怎么理解呢 你去问人家借钱 你是 直市 借给钱的人是直乎 直乎生直市 就是人家 借钱的人 都可怜你 都了解你 都会借钱给你 这是第一个 直市 黑直乎 为什么又可以借到呢 是因为 你有些东西 打动了对方 或者你捉了 对方的 王鸡 就可以不借钱给你 何小姐 就联系教授 你们都可以联系教授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教授 当然没有那么多问题 我做事就好些 可以联系教授 什么都可以联系教授 教授就会找到我了 我开这个盘呢 是因为 我之前 染了新冠 其实呢 我打了第二针之后呢 我已经是有那个 怎么说呢 副作用了 我剪足四个月 跟着呢 再 还有是 跟着有耳鸣 之后呢 被我的女儿 买了东西呢 就三月的时候 我真的染了一次新冠 但是轻微的 那个已经变种的那个新冠 但是染了之后呢 那我就没事了 但是现在呢 就只剩下一个耳鸣 那我最初开盘的时候 我心想 哎 这么久都不走的 那个染明 没理由的 这样 然后开盘出来 那么多人害怕的 那天上升什么都 全部一次过齐了 好像我大病那样 吓得我死了 那我心想 咦 我是不是应该 是一个好的时机 开这个盘呢 还是 我都不知道 那这个盘 究竟是不是 合适我的问题呢 因为其实我现在 我基本上我个人都没什么大病 又没有问题 但是开个盘出来 就有很多人害怕了 嗯 好 我们慢慢再和你解释 来 那好像 奇门遁甲愈出疾病呢 我们在初班都有教的 还有在法术奇门都有教的 法术奇门呢 讲得更加详细一点 因为法术奇门呢 为什么讲得更加详细一点 因为法术奇门没有一同伙 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去讲的 奇门遁甲呢 道家奇门遁甲呢 因为每一同伙要讲很多个问题 所以讲得比较快手一点 一样的思路是一样的 嗯 开个盘看自己 啊 身体有没有问题 首先是看日降落宫 日降落宫 如果是有 四害的话呢 就是证明你身体是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个 是证明你身体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个看日降落宫 第二个呢 又看天瑞星落宫 如果天瑞星落宫有问题呢 都代表什么意思呢 都代表这个病痛都比较厉害的 正好 日降落宫落在这里 天瑞星落宫又落在这里 就是它占了两样东西 占了两样东西 其实它已经告诉你 你现在还在病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现在还在病了 这是第一个 第三个呢 是看时降落宫 那么时降落宫 葵水 葵水落在哪里呢 落在这里 是没有四害 我们不用考虑它啦 但是我们再看 对公落宫有没有四害呢 又有 有没有 对公落宫又是有四害 好 我们再看这个之后 我们还要看 一个对公落宫 还要看什么呢 月降落宫有没有四害 月降落宫 叶木 没有四害 不用理它啦 年降落宫有没有四害 为淫水 没有四害 不用理它啦 这个是 其实最重要是 一个日降落宫有四害 一个天瑞星落宫有四害 一个是对公落宫有四害 对公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出现呢 我们再看啦 我们再看啦 第一个 刚才何小姐说的 今年三月份是不是 是不是今年三月份 是啊 三月份 染到新冠 三月份染到新冠 我们再看三月份 农曆就二月了 农曆就没有啦 农曆就没有了 是不是没有了 农曆就没有了 现在它还说有耳鳴 现在就是 农曆四月是不是 2月、3月、4月,仍然有 其實他一直在看病的 農曆3月、農曆4月,都是在這個公位 這個公位一填薩,就證明了入務、激刑 入務、激刑,這是第一個,入務和激刑 入務和激刑,我們再看 葵水,是不是屬水? 屬水是不是激刑?激刑,屬水,葵水是激刑,水為神 神又是耳仔 葵水激刑,水為神,神為耳仔 耳仔就是耳鳴 很正常的一個事情 所以你自己看你的耳仔有沒有變黑 顏色有沒有變深 你看看耳仔,你自己看耳仔 顏色有沒有變深 如果顏色變深了就很嚴重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學過陰盆 你學過法術奇門嗎? 當你自己日降落宮 當你自己日降落宮 被白虎落宮臨四海沖黑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有病 對 對,就代表有病 對,有意外 對,有意外 但是幾點我就不知道 再看 你們看回這個 身金 落在這裏 身金落在這裏 身落在這裏是入務的 身落在這裏是入務的 身落在這裏是入務 身為金 身為金,金又為肺 呼吸 呼吸 入務 就是說你現在的病情 雖然控制住了 但是裏面還有東西的 入務 還有東西的 而且 權功又是否屬金呢? 權功是否屬金呢? 又是屬肺呢? 又是屬肺呢? 無討 又去當肺 因為大 肺部很大的 兩個肺 丙虎的代表發炎 所以你現在的肺部 還是有嚴正的 嗯 你的肺部還是有嚴正的 還未清除 我們法術上應該怎麼做呢? 首先你這個 白虎的情況 白虎有死害 你要用斬白虎虎 是 用斬白虎虎畫一張出來 在這裏燒 再畫一張出來在這裏貼 自己再打一張就最好 雖然我教的時候 在這裏燒或者貼 或者喝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這麼多年 竟然在這裏燒 然後在這裏貼 貼完之後 自己再戴一張就可以了 三張符 是是是是 這是第一個 村長白虎處理了先 嗯 那這個什麼時候處理呢? 是因為這個貌事就害了 害呀害事 你來做這個動作就行了 害呀害事 請記住一下 害呀害事 OK嗎? 因為合法是嗎? 是啊 害呀害事 如果不是到了今年年底 生一半夜又會出事的了 哦 不會出事的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裏是不是有病呀? 天銳星呢? 就用這一招就行了 用這一招呀?天銳星 是是 用這一招呀? 醫病符呀? 哦 醫病符 OK 是是是是 封水裡面應該怎麼做呢? 你在家裡西北邊 找到一些白色的東西 可能是白色的陶瓷類的東西 或者是圓形的東西 或者是紅色的東西 那些東西肯定有不需要的 掉了去 是 不要 西北邊 白色的陶瓷類的東西 或者是圓形的東西 或者是紅色的東西 或者是熟火的東西 肯定是不需要的 那些肯定是不需要的 那些肯定是不需要的 壞的 難的或者是未用過的 那些是骯髒的 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走回西北邊的家裡 你看 東南 東南 東南峰 你家裡的東南位肯定是 生家葵家丁家入無 東邊 哦 應該是廁所了 廁所 不是呀,是廚房來的 廚房也是,我還沒說完 丁都是廚房 如果是廚房的話 證明你的下水道是有東西塞住的 下水道是有東西塞住的 又或者你將你廚房裡面的 那些髒的水 和山壽的一些 熟金熟的東西 掉了去 掉了去 哦 如果是山壽的刀 就換成新的 就這樣 明白 現在都沒什麼山壽的了 找吧,你會找到的 你會找到的 總之是大清潔 總之都是大清潔 東南空亡 加入巫加激營 你家裡東南面雖然是廚房 東南面是不是都是陽台來的 嗯 嗯 樓下 樓下就 不是,樓下是廚房 樓上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嗯,這個陽台應該很骯髒了 嗯 又不是叫很骯髒 因為我們不出去的 那裡 那裡我們不出去 嗯,骯髒了 搞搞那裡 搞搞那裡 嗯 你這個病 你還是要定期檢查的 做完之後 現在雖然是好了 但是還是有潛伏著的 所以這個新冠 有些人染新冠又很嚴重 有些人染新冠又沒什麼事 可能新冠這個病毒都有很多種型號 就像流感那樣 有些人患了感冒又死人的 有些人沒事的 可能是感冒 一定在研究 OK,就是這樣了 明白 希望各位同學 在這個案例 都自己都要不出些東西 好的,謝謝 不說了 多謝你,師傅 多謝師傅 謝謝許老師 謝謝